欢迎收看正能量报报 我们来聊聊恐惧 也就是害怕 我们什么时候会感到害怕呢 小时候考试考不好 害怕被老师责骂 害怕被爸妈责骂 害怕在同学之间不受欢迎 害怕晚上走夜路会遇到鬼 等等等等 然而当我们长大后就没有恐惧心了吗 那可不一定 长大后害怕的事情可多了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战胜恐惧的故事 在印度的一个名叫巴拉尼的小村庄里 住着一家六口 爸爸名叫马哈 他有四个女儿 大姐叫吉塔 二姐叫巴比塔 有一天 有两个学生家长找上门来 说他们的儿子被打了 刚下班回家的爸爸还以为是侄子打的 马上往侄子的头敲了下去 但侄子说不是他打的 打人的竟然是自己的女儿 这让爸爸感到非常惊讶 但是他一点都不生气 也没有责骂女儿 这就奇怪了 人家都到家里来告状了 没想到这个爸爸却另有一番盘算 原来爸爸马哈曾经是一名出色的摔跤手 还拿过印度国家级比赛的冠军 不过正当他再接再厉想要参加国际比赛 为国家赢得一面金牌的时候 却被他的父亲叫停 因为就算拿到国际金牌 也不能为家庭带来足够的收入 由于生活所迫而离开摔跤界 让马哈感到非常沮丧 后来马哈结婚了 他常常跟妻子说 希望妻子能为他生个儿子 等儿子长大就可以继承父业 完成自己的梦想 不过事与愿违 他的妻子接连生了四个女孩 让他失望地想要放弃梦想 于是马哈绝望地把金牌锁进了木箱里 打算永远封存起来 因此当马哈听到女儿打人时 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当然他不是鼓励女儿使用暴力 而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女儿骨子里竟然藏着摔跤的天分 他想着或许潜力十足的女儿 也可以帮他完成梦想 当天他就慎重地跟妻子说 以后别再让女儿做家务事了 只让他们专心练习摔跤 虽然妻子极力反对 但是在马哈的坚持下 妻子也只好答应了 印度是父权至上的国家 虽然姐妹俩完全在状况外 也得听从爸爸的命令 第二天就开始接受地狱般的训练了 练臂力 练蹲起 练跑步等等 甚至禁止看电视机 昨天他们两个还过着 吃喝玩乐的幸福童年 今天却开始了 马表技时跑步训练的辛苦运动 马哈卯足了劲排除万难 他倾出一块田地当成摔跤场 把小路铺设成了适合跑步的地方 用来训练女儿 还拉着侄子来当陪练 然而 万事开头难 街坊邻居的反对声浪起来了 开始议论纷纷地谈论起他们的事 有的村民嘲笑着说 居然让女儿穿着小短裤 跟男孩抱在一起摔跤 由于印度的社会 对女性有着非常大的约束力 村民们想 身为男性附属品的女孩 应该乖乖地待在家里 一心一意地准备嫁人 女孩家怎么能像男孩一样的摔跤运动呢 这实在是叫人无法接受 面对村人的嘲笑和舆论的压力 让马哈的妻子感到很害怕 她担心女儿嫁不出去 担心一家人受到全村的排挤 于是妻子抗议说 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在取笑我们 这让两个孩子以后怎么嫁人呢 姐妹俩到了学校 也受到同学的指指点点 同学排挤的力量也是让人害怕的 你想 本来跟自己要好的同学 一个个地走开了 不止心里感到孤单寂寞 甚至会开始怀疑人生了 这段时间的体能训练 身体已经够累 够苦了 再加上心理上的苦 这叫人怎么承受呢 他们觉得父亲对自己太残忍 开始憎恨父亲 虽然不敢明着对抗 但暗地里耍了很多花招 瞒骗爸爸 就是不肯认真练习 一开始姐妹俩找了个借口 跟爸爸说 头发里长了狮子了 不想再摔跤了 没想到马哈西一狠 就把女儿的头发咔嚓给剪了 姐妹俩看着自己变丑了 变成了小男生的样子 当下就哭了出来 一天 姐妹俩瞒着爸爸 偷偷地去参加好朋友 小萨的婚礼 来宾都很高兴地 在那里跳舞狂欢 不过新娘子看起来 却一点都不开心 而消息灵通的爸爸 也赶过来了 她揍了指子一拳 失望地瞪了女儿一眼 转身就离开了 姐妹俩向新娘子诉苦 说这一阵子被爸爸强迫训练 让他们吃了不少苦 没想到新娘子却说 我倒希望有这样一个父亲 不然就像我这样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我才14岁 就要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 结婚后准备生小孩 整天做家务事了 就这样度过一生 至少你们的父亲 愿意为了你们 忍受大家的嘲笑 对抗世界 让你们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未来 两个女孩听得目瞪口呆 听完这段话后 才真正地体会到 原来要把他们打造成金牌选手的爸爸 不是一味地想要完成自己的梦想而已 同时也是为他们开创出一条 没有人走过的光明大道 另一方面 爸爸为了他们 还要忍受大家的嘲笑 一个人对抗令人恐惧的世界 因为印度社会存在 严重的男尊女卑的观念 结婚时女方还要被要求足够的嫁妆 贫穷家庭准备不够的话 就嫁不出去 到现在甚至还有10岁新娘 因为越早嫁出去 嫁妆就付得越少 结婚后 女人只许在家生孩子 伺候丈夫 一切听从丈夫的命令 被打被骂也不能反抗 还不得在外面抛头露面 姐妹俩终于认识到 必须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任了 否则再过几年 就得布上新娘子的后尘 就算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嫁人了 而嫁人后 就是丈夫家的人了 至死也不能离开夫家 到时候就算后悔也来不及了 回家后 姐妹俩就开始认真地 接受爸爸的魔鬼训练了 虽然下定决心要走上这条路 然而本来两个鲜秀美丽的少女 要如何变身成为女战将呢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马哈觉得女儿太瘦弱了 为了让她们强壮起来 就要吃鸡肉补充营养 但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 没有办法每天吃大鱼大肉 她就直接找鸡肉店老板谈条件 如果女儿得到金牌 会为她免费代言 因此为女儿换来了 营养丰富的三餐 爸爸对她们的训练十分严格 每天清晨五点起床晨跑 还要在泥土里翻跟头 又是摔又是爬 把整个头顶在地上 等等体能训练 女儿觉悟地说 这个世界充满假象 唯有痛苦从不说谎 你想我们被撞一下就很痛了 而又狠又有劲地被摔一跤 哪该有多痛啊 这得克服多大的恐惧 每天又摔又打 磨练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对姐妹眼看着 就要被爸爸打造成 耐打又耐摔的摔跤手了 摔跤在印度民间 是男孩们相当普遍的一种运动 就像打球一样 在他们乡镇上 也有一个简陋的摔跤场 马哈带着大女儿吉塔 去摔跤场比赛 吉塔第一次真正参加摔跤 比赛引来很多人的围观 大家都等着看笑话 没想到比赛结束后 虽然吉塔输了 不过却让所有人跌破眼镜 没想到女孩竟然也可以这么强壮 吉塔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和鼓励 自此客服了恐惧心的吉塔 越战越勇 在很多相间城镇的比赛中 都赢得了胜利 后来妹妹也开始比赛 姐妹俩到学校也成了同学们的焦点 所有之前的嘲讽都变成了赞扬 后来参加全国的摔跤比赛 马哈再三叮咛 奖牌不是长在树上 并不会自己掉下来 是用爱 努力 热情 自己争取来的 吉塔也像父亲一样 拿到全国冠军的奖牌 全村人都来祝福他们 不过马哈却说 全国冠军每年都有 只有当你为我们的国家 而不是为你自己赢得金牌 我的梦想才算真正实现 他认为真正的胜利还没有到来 后来吉塔到国家体育学院进行训练 英联邦决赛的前一天 马哈赶去比赛现场 马哈指着从村里赶来看他比赛的孩子们 鼓励女儿说 看见那些女孩子了吗 如果你明天取胜 那会是成千上万女孩赢得的胜利 让那些认为女子不如男的人彻底闭嘴 你会成为女孩们的榜样 而榜样会激励孩子们 永远不会被人忘记 在比赛中 吉塔一直记住爸爸的话 记着 爸爸不能时刻保护你 爸爸只教你如何战斗 你要战胜自己的恐惧 试着自己拯救自己 最后吉塔终于为印度拿到了第一个国际级的金牌 这是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 在真实故事中 姐妹俩先后在大英国协运动会中 获得了55公斤级金牌 您是不是觉得 这对姐妹不只是印度女孩们的榜样 能够直接面对恐惧的她们 是不是也是我们战胜恐惧的榜样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订阅 点赞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哦 随时来听听我们说的正能量小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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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